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继续在水桶旁边看报纸看书 但是天花板严重漏水 尤其许多老人小孩都会来这 如果有人因此滑倒怎么办 对啊 好几天了呢 我们再要赶快把它修复完成 这里是台中市立图书馆大墩粉馆 位于大墩文化中心内 因为屋顶正在进行防水隔热工程 原本的防水曾被刨除 近日来的大雨 奏成三楼的期刊室 以及办公室天花板严重漏水 有议员就质疑 为何偏偏选在台风季来施工 大雨一来反而让整个漏水的情况扩散 那这样的工程到最后 有办法如期来完成吗 这个工程是七月份开始施作 预计十月底完成 但是偏偏遇上近日大雨不断 图书馆目前用帆布加强防护 也进行区域封闭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期刊 报纸移到楼下来 我们在二楼的自习室的地方 规划了一个临时的空间 目前漏水的情况需要十天来修缮 避免民众继续在漏水的危险场所看书 目前已经禁止进入 三内新闻林军一张军阳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